大家好,我是學良 最近入手的美度Ocean Star海洋之星600米潛水表 特別在這邊為大家做一個完整的開箱 那麼首先打開外盒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質感不錯的木盒 然後底下還收納了它的說明書 各種語言一應俱全 再來是它的COSC天文台認證 後面標註了它的腕表、序號和機心編號等等 接著是它的寶卡 提供基本的兩年保固 而且天文台表還有額外多一年的延長保固 另外還有一張是它的客服資訊 包括Spot集團的維修中心和品牌介紹 並且提供免費道府收件服務 背後也有服務的時間和聯絡方式等等 而最後登場的當然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美度Ocean Star海洋之星600米潛水表 最近幾年600米專業潛水表忽然成為表界兵家必爭之地 尤其是在入門價位 包括天梭和梅花等品牌紛紛加入戰局 而掀起這波熱潮的正是美度於2018年推出的海洋之星600米 不但具有600米的防水深度 同時搭載了矽油絲80小時機心、陶瓷圈、自動排害閥、超級夜光 定價只要台幣5萬多 難怪一推出就熱賣到不行 前不久美度推出的新一代Ocean Star海洋之星600米 和2018年版相比之下 不但設計上做了些微調整 包括所有細節徹底優化 質感和佩戴性更加出色 重新站穩600米潛水表的王者寶座 那麼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600米防水的不鏽鋼錶殼雖然具有所有專業潛水表的特色 包括穩固的防水性和耐用度 整體尺寸卻不會過大過厚 日常佩戴還算是容易駕馭 錶殼經過髮絲紋處理 即使稍微有一點刮傷也不會太明顯 錶罐護肩的弧線修飾得非常的滑順 佩戴時或調教時間不會卡手 面盤採用了非常細緻的放射狀髮絲紋處理 隨著光線折射會有豐富的層次變化 除了小圓點時標之外 三點鐘和九點鐘是正方形時標 六點鐘是並列的兩個正方形 十二點鐘則是三角標 時針和分針的內側做了局部鏤空 兩側並經過斜面倒角 看起來更有立體感 大秒針採用了棒棒糖式的設計 和圓點時標在造型上互相呼應 閱讀時間更清晰 指針和石標都填入了創新研發的 Superluminova Great X 夜光塗料 平常是白色 在低光圓處則會發出螢光綠色 亮度比起一般的Superluminova 明顯高出不少 包括表圈上的刻度和阿拉伯數字 也都有夜光塗料 感覺好像整支表都在發光 棒棒糖小秒針的原點也非常容易閱讀 它的單向旋轉表圈操作方式與眾不同 平常無法啟動避免誤觸 使用時要向下壓才能逆時針旋轉 可以用來設定潛水時間 以一分鐘為格 轉動起來的手感還算輕巧 不過因為操作方式比較特別 可能需要多試幾次才會比較順暢 一旦設定完成之後 就可以確保萬無一失 不用擔心碰撞會觸動到表圈 表圈的圈片採用高硬度的陶瓷材質 不易刮傷 質感也比一般的金屬材質更加出色 表殼9點鐘方向配置著自動排外閥 這是為了避免當氦氣小分子進入表殼內 浮上水面時 因為氦氣膨脹而造成鏡面破裂 一般排外閥分成手動和自動 自動排外閥當然是更高檔一點 排外閥的上方特別設置了一個小開口 可以排出旋轉表圈結構內的多餘水分 防止海水繡實 各種小細節都可以看出美度在設計上的用心 三板式的不鏽鋼鏈帶 中間採用亮面拋光 兩側則是髮絲紋處理 亮面和霧面的對比更有層次感 兩截式的折疊扣 帶扣的部分增加了可延長式的設計 並且可以細緻的微調 潛水時穿戴更方便 折疊扣內側也做了弧形設計 扣合起來更貼合手腕 石心底蓋提供穩固的600米防水 上面刻有象徵Ocean Star的海星圖案 它搭載了動力長達80小時的 Caliber 80矽油絲機芯 並經過COSC天文台認證 日誤差在正6-4之內 算是在入門價位中 規格相當高的一枚基礎機芯 它的錶殼直徑43.5毫米 厚度14.5毫米 錶尾寬度22.5毫米 上下錶尾的距離大概是50毫米 整支錶不踩錶帶 重量大概是220克左右 最後總結一下這次Ocean Star 600米的改版重點 最明顯的一點是石標造型的改變 從原本的長方形改成小圓點 包括小秒針也從菱形改成了棒棒糖 十分鐘內側做了鏤空 六點鐘位置的三排字則縮減成兩排 整體風格看起來更爽朗 另外還有鏈帶也做了微調 造型更修長 中央鏈結從原本的霧面拉絲處理 改成了亮面拋光 最後還有錶罐和護肩也稍微收窄 看起來更加輕巧一點 以上就是美度新版Ocean Star 海洋之星600米的簡單介紹 結合了所有專業潛水表的規格和特色於一身 經過優化修飾之後 改頭換面令人耳目一新 價格和上一代一樣是台幣54800 剛領到年終獎金的朋友 不妨可以考慮和金秀賢一起撞表 那麼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來自下支影片見 超過 達到朋友 我們晚上 為了 大家